大家好,我是王凯,今天继续是玩过音,这是正式版了,乔玉安坐在客厅里跟下人们聊忘死成的故事 夜景台前,险罪孽,洋人作恶,受言行,遗穿自古,人怕鬼,忘死成礼,乔玉安一拍醒目,鬼断人 下人们都不嚷,哦好,再来一个,乔玉安一摆手,定场是没有说俩的 乔玉安讲啊,自己亲耳听到的东地探老人家说了 张伯总是欺负于婶孤儿刮母,总偷于婶粮食,这个呀是要炸油锅的 东地他老人家也是管的事挺碎,下人里有一个傻了,张伯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直说自己老糊涂了,以后不敢了,麻烦给东地面前多说点好话 评书确实教育人,下人们捧啊,小少爷不愧是鬼弟赐子,有东地护佑,这才忘死成全身而退 那听这个意思,乔玉安八成是去忘死成就乔容了 乔玉安,乔家门口陆瑶来了,打发吓人,预知后事如何,下回分间 陆瑶过来说,早知道你这满嘴鬼话,南河的福祉就该让你多喝一碗 乔玉安说,你老骂我干什么呀,你上门帮我治眼睛还不是刀子嘴豆腐心 乔玉安和陆瑶在回门里,圣阴医院的时候就认识了,现在算是熟人呢 乔玉安眼睛怎么回事呢,忘死成救人心切,眼睛被肾气亲事了 但是提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乔玉安又记不起来了 此事都以为上位家而起,点名要七个女孩出嫁 而这七个女孩全部出身于名身贵族 这事不弄明白日子也过不踏实,这事从哪查起呢 乔玉说,或许我们可以先从白鹿巷的米铺看看 有没有小米的消息 黄小米啊,为了继承问米之树,杀害了自己的亲姐姐 在忘死成和乔玉俩人逃命的时候,又把这个乔玉推倒 就这么一个祸,当时在山洞被巨人大胖子抓走了 生死未卜,俩人腿的去吧 路上听见老太太窜闲话,你听说了吗 咋的了咋的了,乔家的小女儿啊 就说乔玉啊,名义上是个养女 实际上啊,是同样的习 另一个说,可不是吗,可不是吗 毕竟乔公子是罕见的阴命 跟丫头八字很合 乔玉安走过去,那都快踩他脸上了 那嘴不听啊 来到白鹿巷的米铺 门锁着呢,门缝很大 他门缝看看呗 只是乔家里头很阴暗 一女的一身嫁衣 不知道干啥啊 反正发出了不是人的动静 乔玉安吓了一跳 绕到后门看看 也锁着 给了第二次机会了,这米铺也不中用啊 翻墙进去 乔玉安身手很灵活 后院一大缸 里头是腐臭的味道 这里头也不知道是黄小米他姐呀 还是米婆 反正是都打缸里走的 乔玉很善良 打算把黄小米的遗物烧掉 乔玉安给找来了柴火 俩人盯着灶坑 就想烤个地瓜来着 乔玉安感觉辣眼睛 站起来一看 院子嘎啦 站一女的一身嫁衣 一脸死相 一揉眼睛不见了 乔玉安走到墙角 找到一把米铺钥匙 开门进屋 桌子上还有账本 发现米婆不仅掌握问米之术 还能给人针灸 巫术医术都懂 跟首尖人有些相似 账本里还夹着一封信 署名亚瑟夫 这还是个外国人 来找米婆问米 寻找治愈疾病的方法 虽然没成功 但是从中领悟到了一条可尝试的路 在城北创立了圣印医院 还邀请米婆一起探讨医术 这个医院乔玉安在回门里探索过 很难受 一路无书 乔玉安乔荣来到圣印医院 打着研究课题的名义算是进来了 四处瞧瞧吧 桌子上一盏煤油灯 勾起了乔玉安不美好的回忆 馋鬼财怜 小儿鬼啃屁股 乔玉安正探索呢 窗外咔嚓一个大雷 没见过这么大的了 医院里停电了 乔玉安有点熟悉的感觉 上次也是停电 返回之前的房间拿煤油灯 背后一个红衣女鬼飘过 停在洗漱台前的镜子里了 焦虑啊 没有攻击性 那爱待着待着吧 该说不说 医院窗户外头小节目是比较多的 绳子上挂个人荡来荡去 乔玉安安心说可别吓着乔荣 过去一搭话 乔荣说为什么停电呢 就昧石油鬼那茶 煤油灯烧开了下一个门上的荆棘 窗外还打雷呢 过去一个超大个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进入到鬼神里了 电闸一拉 医院亮起来了 只瞧见手术台上一个黑影 如果是人的话 那这个人没脑袋 一查看 那确实这有个要命的事 从影子里掉出来一团东西 像块肉 肉里头还裹着东西 回到之前那个洗漱台 镜子里的女鬼走了 水龙头拧开 哗啦啦啦 躺了一池子的雪 很正常 如果躺的是自来水的话 我反而觉得不正常 我感觉我不正常了 这团肉放进去一团白烟就起来了 优打上面老朋友垂下来了 池子里拿到钥匙 回到刚才拿肉的房间 手术台上现在有一个菜刀自己忙活着呢 那块肉应该现在拿回来放这儿 正合适 上楼吧 退路让树枝子封住了 出现一大黑影啊 贼高到处追桥源 而且只追桥源 他妹妹乔容在后头跟着 都跟鬼影重叠了 那也没事 绕圈跑吧 房间里发现一个陈旧的书信 落款是乔明深 这是乔玉安的呆地啊 写信的时间是在路遥附近上吊自杀之后 乔明深去慰问路氏 之后又在院长信箱里找到一封信 也是乔明深写的 说尚未沉迷于石标偏方 四处寻找特殊的人 曾经提起过我的儿子 但是他是乔家唯一的儿子 不能交出去 现在可以让小女替代他 说的就是乔容啊 小女的生辰十分特殊 当初未雨绸缪 等的就是今天 这就是他的命啊 原来乔荣是替代乔玉安 作为药引子送给上位的 乔玉安心说的信 不能让乔荣发现 旁边有蜡烛啊 呼的一下 把信烧了 背后树木丛生 一根树枝贯穿了乔玉安 接下来尚才艺 不亲不孝的歪心之行 乔玉安反抗父母 是非不分的安排 但被视为不亲不孝的表现 大判官来了啊 躲在他的红色诱惑 一直跑到湖边 算是安全了 乔荣问乔玉安说 在忘死城里 到底遭遇了什么 乔玉安确实健忘啊 时常有事情记不住 乔荣很自责啊 都是我连累了哥哥 你的眼睛都是因为我 乔玉安问 当时被父亲安排明婚 你为什么没跑 乔荣说 我不想让父母为难 哎呦 多好的姑娘啊 乔玉安劝乔荣 人生苦短 总该好好为自己而活 明天咱们一起去放风筝 所以今天这条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点个赞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 我们下条视频见